慈濟大學附中七十一位孩子們 來到花蓮東區老人之家 與慈濟之公一起推著行動育佛車分享祝福 我們協助爺爺們幫助他們育佛 我們幫他們灑了一點佛祖保佑的水 還有捧花等等之類的活動 這讓我覺得是一件非常可貴的事 宋商親手做的卡片 學生們這學期第三次來到老人之家 他們把握每一次的相處時間 姊姊這是誰 這有沒有找人家茶 這是我 有沒有找人家茶 我們做了一張卡片給他 他很喜歡一直煩一直煩 希望你從現在到以後都能像現在一樣 這麼的朝氣滿滿 然後每天都笑容滿面 在感恩夏慶月孩子們的陪伴 讓爺爺們度過一個溫馨的午後時光 大愛新聞 珍珊美之公 陳坑木 花蓮報導 好嗎